这个男人有多变态 妻子只是没有顺踪自己 他便让妻子像狗一样 戴上一个铁头套 来限制妻子说话 而女子却不敢有丝毫反抗 只是默默地等待着 等丈夫在后面锁好头套拔下钥匙后 女子才敢慢慢地回过头来 胆怯地看着这个犹如恶魔般的丈夫 丈夫在大庭广众之下对妻子侮辱 于是不堪受辱的妻子选择悬良自杀 妻子失不畏寒 男人竟然把魔爪伸向年仅13岁的女儿 女儿奋力反抗想要逃离这个家庭 然而她却始终无法逃脱父亲的魔爪 女人名叫安娜 今年当年满13岁 这天她看到被鲜血被染红的裤子 毫无生理知识的她 看着手上的鲜血 紧张地以为自己马上就要死了 就在这时她的父亲带着母亲走进了仓库 女孩悄悄地趴在窗户上偷看 却看到父亲正拿着皮链 狠狠地抽打在母亲身上 原来就在前一天晚上 父亲发现安娜在睡前祈祷时 使用的母亲的母语和蓝语 违反了父亲定下的规定 于是身为神父的父亲 把罪责归咎于母亲 因为在那个神权和父权的时代 男尊女背女性地位低下 母亲不敢有丝毫反抗 只要稍微有点反抗丈夫 身为神父的丈夫 便以上帝的名义欧打辱骂母亲 第二天母亲看到安娜 正在清洗衣服上的血迹 安娜急忙把裤子藏了起来 并伤心地告诉母亲自己快要死了 母亲环顾了一下四周悄悄地安慰女儿 并给她讲了下生理知识 但母亲的脸上却显现出一丝不安 而这一幕恰巧也被邪恶的父亲看在眼里 看着自己已经长大的女儿 她暗示自己的女儿 她现在已经长大成一个女人 而她的母亲却未尽到一个妻子和女人的责任 这天母亲走上楼 却看到丈夫躲在门外偷窥安娜换衣服 这一幕让母亲震惊不已 为了不让女儿受到伤害 她鼓起勇气提醒丈夫 却换来丈夫的一顿毒打 安娜看着天天被打的母亲 却始终不敢反抗 虽然她不知道母亲到底做错了什么 可在内心她发誓以后 绝不会做一个懦弱的女人 男人为了阻拦妻子多嘴 她带着女人来到镇上的铁匠铺 为她量身打造了一个铁头套 并当着信徒的面 对妻子一顿狠狠的羞辱 安娜低下头疑惑地问母亲 为什么不反抗 如果我是你 我宁愿去见上帝 也不会这么活下去 听着女儿的话 母亲依旧面无表情 看着丈夫在台上打着神的旗号 却在背后做着各种龌龊的事情 或许女儿的话让她彻底醒 她只是起身缓缓离开了教堂 就在丈夫向信徒们 传递上帝思想的时候 突然间 看到自杀的妻子 男人不但没有丝毫的悲痛之情 反而告诉大家 妻子是得到了上帝的召唤 前去照顾服侍上帝了 这是她莫大的荣耀 安娜看着母亲冰冷的尸体 内心充满了害怕和自责 第二天父亲就把安娜带到了教堂 他瞬间明白母亲的死 只是无声的反抗 父亲宣布要在上帝的见证下 娶自己的女儿安娜为妻 安娜听到瞬间崩溃了 她想要转身准备逃跑 却被父亲一把抓住 紧紧地抱住安娜 随后又给安娜戴上了 母亲的铁头套 强迫她完成了婚礼 随后安娜挣扎着 被父亲拖出了教堂 回到家就被狠狠地抽打了一顿 最终男人厚颜无耻地 占有了她幼小的身体 既然这样安娜 也不想再次忍受父亲的残暴 第二天一早 她趁着父亲还在熟睡 拖着满身的伤痕 逃离了这个地狱班的家 开启了她的逃亡之路 这个男人有多变态 给女儿戴上了铁头套 还要与上帝的名义 迎娶自己的女儿 如果不听话 每天都在遭受父亲无尽的毒打 第二天她趁父亲还在熟睡 终于鼓起勇气 逃离了地狱班的家 不知道跑了多久体力 严重透支 最终还是坚持不下云 倒在荒野 等她从昏迷中醒来时 已经躺在一辆马车上 而偏偏救下她的 竟是一个不折不可的商人 用手抚摸着安娜较嫩的面庞 商人内心充满了欢喜 很快商人带着女孩 走进这家远近闻名的酒楼 老板弗兰克看到安娜时 就像看到什么宝贝一样高兴 她正下打量一番后便 叫丽莎将安娜送进后房 刚看到所有女人农妆研磨后 安娜瞬间明白 自己被迈到什么地方 本以为逃出父亲的魔掌 不曾想只是换了一个地狱而已 由于安娜年龄太小 弗兰克只是让她做端茶送水的活 然而来这里消遣的男人们 个个都如恶狼一般 一个客人把贪婪的手伸向安娜 安娜不知所措 就在这时一个名叫丽莎的女人 走出来替安娜解围 她表示只要放过安娜 那么她就免费给男人打扑克 很快男人答应了 但要求安娜必须在一旁观看 就这样安娜免费观看了一场扑克 然而男人玩时发现安娜非常迷人 丽莎不忍年幼的安娜受辱 于是一枪杀死了这名客人 在这里男人犹如上帝 伤了男人就要判处死刑 最后丽莎被判侥刑当众处死 安娜伤心不已 她深感命运的不公和无情 但她无力反抗 最后在老板的攻势下 安娜也正式上了岗 单纯的她每天见识到各种男女 在不知不觉中她也被童话了 没有当年的智能和无邪 她能游刃有余地穿梭在 形色刻意的男人中 而安娜也在众多姐妹中 有个很好的闺蜜 虽说日子过得非常辛苦 但他们互相鼓励 让生活中多了一点色彩 但是意外很快就发生了 这天闺蜜因不满客人闻她 而咬伤了客人的舌头 这引起酒馆中男人们的重怒 为了平息怒火 胡兰克亲自动手 在众目归归之下 割掉了她的舌头 性格刚烈的闺蜜 想要动手杀掉老板 却被安娜一番话劝解了下来 受告这种生活的闺蜜 不想再过这样的日子 她通过小镇的婚戒中心 目色了一壶人家 对方妻子病逝 还带着一个儿子 人家不介意她的身份 并不嫌疾她是个哑巴 看着对象的照片 闺蜜新满一族 总算能逃离这里 过上全新的生活了 回到酒馆闺蜜 正在兴高采烈收拾着行李 可酒馆突然被一个土豪包场 于是老板把他们都召集起来 并一再强调 100%的满足客人的所有需求 晚上包场的客人来了 好奇的安娜想看下这位土豪 看到那个身影 安娜立马吓得瑟瑟发抖 原来那个人正是她的父亲 安娜只好戴着一个面具 缓缓走下头 但神父一眼就认出了她 她又摸了摸安娜脖子上的纸 这下却仍无疑了 神父告诉老板 今晚她只要这个女人 因为安娜的逃走 触犯了神职的权威 她恼羞成目发誓 要以上帝的名义找到安娜 并让她受到惩罚 两人来到房间 但当她的父亲缓缓 揭开她的面纱时 她瞬间开始惊恐不安 神父抽出皮带 对着她就是一顿毒打 听到安娜的大喊 闺蜜提着一把刀便冲了过来 闺蜜直接就给男人的脸上来了一刀 可惜实力悬殊太大 刀被男人抢来狠狠地刺进闺蜜的身体 突然安娜推开神父 眼疾瘦快拿起闺蜜身上的刀 一刀就咳破了男人的喉咙 看着父亲倒下挣扎 安娜谈坐在地 知道了干掉男人难逃一死 突然她的脑海里 跳出一个大胆的想法 一把火烧掉了整个屋子 随后她找到小镇的医生 把男人身上的金子交给医生 请求她割掉自己的舌头 这样她就能顶替闺蜜去那户人家 开始新的生活 但医生始终下不了手 随后她自己动手割掉了自己的舌头 坐上了去往远房家的马车 来到新家她改名叫李兹 每天勤劳地坐着家务 也跟丈夫生了个女儿 夫妻俩很温爱 平时会帮助村里的产妇接生 她很满意现在的生活 但是好景不长 这天小镇来了一名新的神父 安娜带着家人一同去教堂祈祷 她突然听到一道熟悉的声音 当安娜看到她时 眼睛里充满了绝望 这个女孩有多狠 为了让自己永远说不了话 居然叫医生割掉自己的舌头 可医生拿着手术刀 却瑟瑟发抖始终不敢动手 最终还是选择了放弃 女孩肩装二号不说 拿起一块白布包住舌头 伴随着医生残叫 女孩彻底变成了一名哑巴 安娜再次看到那个噩梦般的男人 脸上和脖子都有一道明显的伤疤 那个噩梦般的父亲居然没有死 她的内心充满了恐惧和不安 回到家后 安娜每天都过得心惊胆战 丈夫不断安慰着她 可安娜心中的秘密始终无法说出口 很快神父教授曾经安娜接生失败的人家 他们拿着猎枪肆意地开枪想要杀掉安娜 丈夫提第二天带着家人离开这里 可就在第二天羊圈的羊圈部被人杀了 死状极其惨烈 愤怒的丈夫打算带着儿子去村民家讨说法 就在安娜独自去处理羊时 神父突然出现把安娜关在羊圈 眼看父亲的魔爪伸向自己女儿 安娜想要从窗户上调出去 不料彩空衰晕在地 等安娜再次醒来后 丈夫和儿子已经回来 她发疯般地想要寻找女儿 幸好女儿安然无恙地回到家中 然而她发现女儿似乎知道了什么事 妈妈 你真是犯了 当晚安娜辗转反侧无法入睡 她拿着刀来到教会 想找父亲做个了断 然而当她揭开被子时 确实发现了一个女儿的玩偶 与此同时 她的父亲也来到了她的住所 父亲用灯光吸引了安娜丈夫注意 等到男人端着枪来到仓库查看的时候 神父出其不意地从背后连捅了树刀 等到安娜奋力赶回来时 丈夫已经奄奄一息地躺在那 而丈夫请求她给自己来个痛快 安娜却支持下不了手 儿子赶来忍痛了接自己父亲 安娜只能一把火烧掉了这里 随后带着两孩子投奔丈夫的父亲去了 可是父亲却一直阴魂不散 儿子下车查看马车被什么办了一下时 他在途中开枪打死了儿子 安娜和女儿也始终未能逃离他的魔杖 为了活下去 安娜只好带着女儿继续赶路 年迈的公公听到这个消息后悲痛欲绝 夜里安娜带着枪坐在房屋外面 这是恶毒的父亲在不远处出现 安娜连忙朝他开了手枪 但始终没有打中 父亲告诉安娜 你的女儿会为你的所作所为而受苦 永远不要把心爱的人单独留下 安娜赶紧跑回房间内 看着熟睡中的女儿 她放下了心 转身却发现被父亲杀害的公公 她抱起女儿准备逃走 却被父亲一把抓住 绑在了木桩上 她又让安娜亲眼看着她的女儿受折磨 看着女儿又小的身躯被父亲鞭打着 安娜用尽全身力气挣脱出了木桩 拿起油灯扔在了父亲的身上 火焰瞬间燃烧起来 安娜拿起枪朝他载捕了两枪 万恶的父亲终于死了 原本以为生活就此能平静下来的安娜 她命运终究是那么的不幸 只填一艘小船找到了这里 一群警察拿着一张闺蜜的画像 找到了安娜已故意杀人罪要带走她 原来利兹当年为救自己杀害了机缘老板 而安娜逃走时用的是她的身份 安娜并没有为自己辩护 安娜一脸平静 她转头看了看原初的女儿 然后依然决然地挑进了河里 带着微笑沉了下去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 别忘了唱按点赞关注我